在整個中東地區保存非常良好的那個羅馬古城 OK 那這個就是傳說中的哈的兩門 也叫做羅馬廣場 這邊算是在整個Jerash古城當中的核心區域 各位早安我已經拍了第三次了 因為前面兩次都忘記買忘記開那個麥克風 那我們現在呢人在哪裡 在那個汽車北站 阿曼市中心的汽車北站 今天我們要去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是來到約旦一定要來的Jerash古城 Jerash因為它算是在整個約旦 甚至在整個中東地區保存非常良好的那個羅馬古城 OK 那從這個汽車北站呢 只要45分鐘到一個小時就可以到了 但是一樣啦 你搭計程車到這邊的時候 會有很多計程車司機說 要不要包車啊 30塊35塊之類的 我跟你說不用 你就直接找到那個小巴 Mini Van 一樣是1塊JD 就可以到了 所以算是非常的方便 50塊有找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搭車 剛剛已經買完水了嗎 走吧 帶大家看一下這個小巴站 老樣子 在約旦搭這種小巴就是人滿發車 所以行程上要預留多一點的時間 所以行程上要預留多一點的時間 安曼市區到Jerash很快 不到一個小時就到啦 好 那等車等了將近兩個小時 那過來只要40分鐘 就跟我們剛剛預期的是一樣的 那你們有沒有看到後面 欸這個呢 就是Jerash的一部分 這個呢 叫做哈德良門 就是在西元大概一百多年前 建成的 為了就是要引接羅馬皇帝的到來 OK 那售票口呢 還在前面一點點 所以我們要從那個售票口進去以後 再繞出來啊 嗯我跟你說啦 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到這個Jerash的古城呢 規模到底有多大 好 我換個畫面給大家看 那其實這個售票處呢 它就在我們下車的不遠處 你看到第一個就是左手邊 你看到它的兩門就可以往這邊走了 但是因為我如果照著Google map上面走的話 它上面那個visit center是在前面 所以那邊不能賣票 我覺得這個還蠻奇怪 它應該說這邊售票口 應該再多設置一個Google的site你知道嗎 Anyway 反正就是10塊JD 我們就可以來進到這個園區 所以不要想逃票 不管怎麼樣到前面還是要檢查票的 對 如果你只想看這個的話 是可以不用付錢啊 對 但是才是講不好 OK 那這個就是傳說中的哈德良門 其實最原本的哈德良門 早在千年前的地震就被摧毀 我們現在看到的哈德良門 其實是在2007年才完成修復的 那穿過了哈德良門之後呢 我們就正式進入了這個 2000年前的古城了 這個Girage 那我們第一個要看的是什麼 第一個要看的就是賽馬場 我們把它想像成那個 神鬼戰士裡面那個賽車場 不是賽車場 競技場好了 但是它是一個比較平面的 不像那個圓形的在義大利的那個競技場 OK 我們隨便找一個地方進去 就是這邊 你看 這個就是算是它的入口處 OK 然後另外一邊 我們走這裡 我跟你說喔 這裡很好玩喔 就是每年他們還有定期舉辦 這一個戰車的表演給大家看 對 那這邊就是有一個 它其實算是一個長方形的 那如果大家有記得看我的影片的話 我去羅馬 義大利羅馬的時候 其實也有看到那個賽馬場 講錯了 它也是一個類似長方形 然後有一個跑道的樣子 所以我們就直接進去看這個Girage 它這邊也是蠻大的 它可以容納超過多少人呢 一萬五千多人 究竟長什麼樣子 來帶大家去看看 你看 它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我們要從旁邊這樣進去 走吧 這個時候就是要放那個神鬼戰士的主題去 大家進來可能會覺得 怎麼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其實跟我想像的也不太一樣 那這邊是有觀景台的 在後面這上面 我們也可以走上去看看 如果這邊是 如果每天都有定期的表演的話 會比較好一點 Anyway 我們走上這個 我跟你說 這個羅馬時期的台階都非常高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來俯視一下這整個賽馬場 戰車表演 就從這邊看啊 你看 穿越這個南門 就算正式進入到Jurash的街區 穿越這個南門 穿越這個南門 那從南天門 不是 南大門進來呢 左手邊 你會先看到這一個 看起來 廢屍堆 我跟你說 這邊算是一個工廠 什麼工廠呢 這邊算是一個炸油工廠 對 Oil Press 那炸油工廠在哪邊呢 就在下面 因為這個溫度要存放在比較低的地方 所以它是建在有點像地下室的感覺 就在這邊 這個就是炸油的機器 有點像那個墨房有沒有 然後儲存的地方就在裡面 OK 這就是南天門 南大門旁邊的一個 好 那我們繼續往那個 Ovo Plaza的方向走 那現在大家所看到的這個開闊空間呢 有沒有看到很多旁邊的立柱 總共有64根 那這邊呢 就叫做Ovo Plaza 也叫做羅馬廣場 這邊算是整個Jerash古城當中的核心區域 這邊是用來幹嘛呢 早期是用來舉辦一些重要的會議 還有大型的慶祝活動 就在這邊 而且大家所看到這裡 有沒有看到中間那根 那根立柱呢 其實是現代才把它立起來的 OK 在每年這邊音樂節 就會在那邊上面點火 但是現在所看到這些旁邊六四根 在這種柱子呢 是在西元一世紀 大概是在圖拉真時代 公元1100所建成的 所以你看 我跟你說 你會發現它有些是 比較新比較舊 但有些是因為在七世紀之後 才補建完成的 要不然其實這邊是殘破不堪 當時在被發現的時候 那來到這個Ovo Plaza 羅馬廣場之外呢 不要忘了去上面那個小山丘 那小山丘呢 算是在整個Jerash 最重要的一個神殿 宙斯神殿 我們來看一下宙斯神殿 看不看得到宙斯的雕像 我是覺得應該是沒辦法 因為它現在連屋頂都沒有 也一樣就只有幾根柱子而已 沒關係 我來到這邊還是要上去的 對吧 羅馬人喜歡將神殿建於三殿 以凸顯神靈的崇高神聖 當然從至高點控制生活的中心 也是考量的因素之一 那這裡面呢就是宙斯神殿 基本上只看得到兩旁的幾根柱子 還有兩面牆 然後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是一些散落在各地的石塊 蠻可惜的啦 它好像應該會 我記得它好像在那個 在哪裡 在下面那個Visitor Center 它有把宙斯神殿放出來 但其實我現在也不知道 那個神殿到底跑去哪裡 搞不好也被摧毀掉了 對 那這就是比較可惜 但是這邊呢 要看什麼 這邊要看的就是 這個全景 那個Ovo Plaza 羅馬廣場的全景 很漂亮 就在那邊 來 宙斯神廟的哥林多士柱子 其裝飾走的就是一個豪華風格啊 這個呢 是另外一個小劇場 這個小小劇場其實還蠻不錯的 這個小小劇場其實還蠻不錯的 因為我怎麼說呢 我們現在看這個位置呢 當然啊 非常好 有表演耶 被我遇到了 我是說的 是 這次我看過史上最荒謬的表演 在羅馬劇場然後吹著蘇格蘭風低 酷!OK! 來到這個Jerash最大的感覺就是 如果當年沒有被地震鎮垮 或是沒有遭受軍隊的那個催殘的話 這邊到底會保持的什麼樣的樣子啊 對不對 你看旁邊從那個Oval Plaza這樣走過來 兩旁都是這些立柱 而且這邊還不算最多的 前面才是重點 OK那立柱旁邊又有大大小小的 像是水神廟啊 還有一些遺跡等等的 我覺得這個Jerash不愧是 講個中東地區保存最完好的神殿 保存最完好的羅馬 古城啊 好那在羅馬人來過的地方呢一定會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呢就是劇場 OK Everywhere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浴場 就是浴室就對了啦 那這個浴室在哪邊呢 這個浴室其實是我們沒辦法去到的地方 它剛好在那個Jerash要過街 OK的對面 那那邊就是把它封起來 蠻可惜的 我記得我上次來的時候 也沒有看到 對 這邊就是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嗯那 剩下的呢 我們等一下 繼續往那邊走 繼續往北走的話 就是之後就要拿出我的360相機了 因為呢 用360相機 你才可以看到兩旁的 上百根的柱子到底是有多麼的壯闊 OK 那我其實還蠻喜歡Jerash這個地方的 因為它旁邊有非常多廢棄的石頭 剛好拿來當我的腳架 OK 那anyway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呢 它是算是一個失之路口 欸它的英文名字我是第一次來看到 就叫Tetra Pylon 它就是一個古時候的 四根柱子圍成的一個 凱旋門的概念 那我現在放的這個相機的 它其實你去想像它是一個圓形 然後中間有四顆柱子 就是後面那個非常大的基石 那圓形的部分呢 上面它其實會有皇帝的雕像 OK 或者是賢人的雕像 甚至是神的雕像 那下面呢 就是起樓 那起樓部分就是可以有小販 販賣東西 就是一個小市集 一個失之路口概念 所以你從那個羅馬廣場這樣子 從宙斯神殿就想像一下 拜拜完 然後要往這邊來購買 購物的時候 或者是拿著衣服要往 河的東邊 去洗澡 去那個浴室 甚至是往西邊 去到另外一個地方 往北邊 繼續逛這整個 Jerash城 這邊就算是一個 交通要道 一個樞紐的概念 對我來這邊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它其實有 回復當時的一個 西元四世紀最繁盛的時期的 Jerash的 這個Tetra Pylon 非常的漂亮 在這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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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传说中的阿提米斯神殿月神庙 也是Jerage最重要的建筑 跟你说这个月神庙前面的阶梯 很多代表它在整个城镇当中的一个尊贵的象征 它地势也是最高的 我建议大家来到这个Jerage早上来或者是傍晚再来 因为它都是开到夏天的话都是到六点半或七点 我那时候应该是非常舒服的 不要像我那套中岛来 真的是老师 要死我 但是这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来看一下这月神庙吧 当时建造Jerage的时候 其实这座月神庙还没完工 原本预计会有32根的卡尔狼柱 最后只完成了12根 最后只完成了12根 但经过了千年 仍有11根狼柱矗立在那 依旧非常壮观 气势非凡 中文字幕提供 今天这部影片差不多要结束了 我已经晒了三个多小时 所以相信我真的不要中午来 你就大概下午4点来到这边看个日落 再回安曼 我觉得是最棒的体验 好那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部Jerage故城的 在整个中东保存最完好的罗马城镇 好那下部影片要去哪里呢 下部影片就是要离开安曼 离开约旦前往以色列 好那就是一个跨越边境的一个故事 一部影片 好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明天要早期大概6点要到巴士斩 拜拜